我们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命运共同体 他的外交理念是价值观外交 跟我一样的人 我交朋友跟我不一样不交 我们的标准是大小贫穷或者富裕国家一律平等 他的外交理念是选择性的外交 我只跟有钱人打交道 所谓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行动是不干涉别国内政 是合作共赢和平共处 他说我就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就要欺负那些穷国小国 我要说了算 我们的实质是尊重外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领袖 他说我不尊重你们选择领袖 我只选择我选择的你们的领袖 这个领袖要不是有钱人 要不就是亲美的 所以他就老干涉人家的内政 如果我们来解释不干涉内政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 我们只跟那个当地人民选择的领导对话和合作 而美国人说我只跟当地亲美的领导人合作和对话 不是这个条件的 我不理你 好了 说大白话来讲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别人家的事 别人做主 美国人的文化概念是别人家的事 我做主 这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文化上的差异 导致在外交上的差异